柯文哲長請問一下現在傳出說專案小組清查金流 有查出木可公司有會一筆四百多萬的專堂到柯主席的私人戶頭 好首先呢我們還是要針對就是這種特定的放風聲的方式感到非常遺憾 而且呢我們也呼籲相關的單位或是有心人士 不要用這樣切箱嘗試的方式在誤導風向 這個本來是我們明天記者會要跟大家就要跟大家公布的 第一個是柯文哲的這個授權金呢是把他的肖像權授權給木可 好那這個授權金呢也已經作為民眾黨的黨務跟公益使用 好那所以說這一切都是有依照合約在進行 那所以我們認為這是有人刻意在我們開記者會之前 然後誤導社會大眾的風向 那我們也希望這種歪風不要再繼續 就是那一筆錢會已經現在目前已經有捐贈給相關的公益單位 而且也有在未來也會進行相關的黨務再做使用 但是那一筆錢還要是說不是授權金然後是管理費這兩個是 大家可能誤解了細節我們明天會在記者會上面跟大家一次說明清楚 所以提前洩漏然後還讓有機會來去操作 這是有內鬼嗎 我們不知道這個內鬼是從哪裡出來的 會是檢調單位嗎 不曉得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